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助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app 開戶立本 華禁2 各位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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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en 上星期尾大家關注 美聯署主席鮑威爾 在Jackson Ho會議上的講話 大家未必會說太震驚 但恐怕會否轉一步 因為陸續有些官員出來說 想去今年來開始縮減買債 馬威爾說如果經濟發展 如預期今年開始縮減買債規模 可能是適宜的 而縮減買債規模 就不是直接發出 關於什麼時候加息的訊號 就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其實他基本上是說平時差不多 那一貫口風 唯一就是開始 說了有今年來開始縮減買債的可能性 但市場其實都是演繹為偏甲 因為一來他也有說現在的變種病毒問題 還有也有說到就算縮減買債 其實不代表一定是加息 因為大家都要開始想想 你要減要開始收水 收到去停了買債 其實才會加息 現在暫時今年應該是第一步 沒錯 廣道明的息口方面沒有動 再加上他就說通脹雖然達預期 其實有時近來這幾個月 甚至乎廣道通脹超了標 但是鮑威爾都說到距離 最高就業的目標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大家後市儘管都看看 就業的數據 飛龍的數據會不會好看 估計短期都不會搞的息口 只是搞所謂tapering 就是減少賣債 這個因素被市場演繹為 叫做較為甲一些 美肚三大指數都有得上升 道指升242.35455 納指升183點跑贏 去到15129 S&P500指數升39點 去到4,509 三大指數都逼近 高維修 反映市場對於 Jackson Hole出來的結果 似乎都是樂觀點 算是開始鬆一鬆口氣 而美匯方面 之前開始有一些 本身整體拉長偏弱 但開始有些著勢反彈情況 說完之後 上星期尾 美匯指數都下跌 前一天就下跌 今天最新是92.618 低了一點 低了一點 但又未算是很大跌 美匯在最近一些很少的支持 應該要到92.47 暫時逼近 看完美匯指數 當然也要瞎著看 Yield 十年期美債知息 在上週中 等待 Jackson Hole的會議 曾經高見1.36 十年期 後來約1.33 再去等待 現在暫時報 1.307 即是逐級向下 當然 都是屬於一個 反映市場風險位立 稍為提升 Yield 稍稍下一點 不太憧憬 不太炒作 向家式那邊炒 至於港股這邊 今天 星期一開始前 有很多監管方面的消息 各種各樣都有 最重招是天津市 天津市要求控股企業 將數據由私營轉到國資雲 包括要數據公司 由阿里巴巴、騰訊等等的私營企業平台 轉移到政府運營的國資雲平台上 這是8月27日推出的實施方案 除了騰訊阿里 還有華為 他們說要他們全部遷移到國資雲 不過大家在擔心 是否今日的科企又要捱沽 暫時 看一看開市 先走 暫時的開盤情況 這情況 還未有太過恐怖 阿里騰訊其實就沒有什麼升跌 當然 你說比起 其實星期五也是 美股又破了頂 但見到其實 它的爺旗已經 不是太過根性 看看是否 即是稍後 起碼它在騰訊阿里 就沒有什麼低害 就算轉頭低走 相信應該都是有一定幅度 甚至乎可能牛牛皮皮 因為指數開出來 其實都已經是 暫時輕微低開一點 雖然就沒有什麼 就著Jackson Hole的會議 偏格 就有些任何刺激 但是 起碼 我覺得weekend都多人去關注 以及問 究竟這宗雲相關的消息 會不會打擊到阿里和騰訊 他們的業務佔比重不重 還是金山、金碟那些 會不會很需要擔心 大家都看到 暫時鬆一下口氣 88平開155.9 鄧信低開0.4% 464.2% 輕輕數另外兩隻 一路以來炒作國產替代 雲服務供應商 金碟 2.5%是高開的 28.3毫半 至於金山軟件 輕輕都是高開的 0.6%到29.2% 似乎沒有什麼受到影響 今天陸陸續續有不同方面的 細節上分不同方面的 互聯網監管相關的消息 包括網易雲音樂 下線了所有明星藝人的榜單 對付付費數字專輯 和單曲進行了一些 要需要下線他們入貿的產品 另外抖音有財經內容的 專項整治 北京有整治互聯網保險的 營運亂象 不同方面也有 醫美那邊也有 市監管說醫美廣告 製造容貌焦女 將會被重點打擊 其實這一堆 出了來 似乎也是陸陸續續的整改範圍 看看是否市場 可以適應這些消息 如果說是否都 差不多 已經習慣了 這些打壓 都開始一直有反應 看看會不會沒有那麼大反應 恒生指數今天 其實接近平開了 低開1點 開佈25406點 繼續 上方左力 就在26000 下面就去到24800 暫時就在這些位置 成交額榜上 股份就不是太過移動 因為大市都是平開 榜上升得多一些 有吉利升2% 跌的又是萬科 跌3% 周末 星期五的時候 大家都在問 有很多業績出來了 其實如果說 這是吉利相關的 應該就是有 比亞迪長期的業績 Terenc在關注比亞迪 全部都有一些數據出來了 相對上 比亞迪的數字 都明顯是差一點 是否看到大數有倒退呢 是的 還有落後同業 因為現在的股東應佔入利 同比就跌29% 公司就說 那個原因就是 一個產品結構的變化 毛利率下滑所致 毛利率下滑所致 毛利率下跌5% 毛利率上年同期有18% 跌到今次是11% 營業啞算是有增長 其實營業啞算是增長到53% 汽車相關產品收入有增長25% 手機和組裝有增長86% 如光伏和二次充電業務有增長70% 其實看到收入情況是可觀的 但最主要是毛利那邊下滑 KFZ扣是否要建200% 其實你見到 如果你對比起上 其實比亞迪相對在同業這方面是跑輸 但其實長期這方面是跑贏 但比亞迪已經很明顯見到 未必會看著200% 其實我想就不去 要去估計它會見到多少 現在一開已經是有些少的估額 低開2.8% 但其實你真的看著 這裏白如的平台位 我們未必是要去估計 或者預估一定跌到去哪裡 反而是你自己應該要怎樣做 會比較實際一點 這裏其實都是看著250.4 其實這個平台位 你這個守住其實還是可守的 沒錯 當然了 技術因素其實就給了一個很大的平台 大家在過去那半兩個月以來都非常清晰 至於基本因素方面 我想我想我看整體 我除了看大數之外 關注的是毛利率 因為它可能搞的凡數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尤其是有些新的業務板塊的話 可能會未曾做得上規模 導致整體的毛利率下降了 都挺嚴重 由原先在上年同期的毛利率 是18個百分點 變成11個 即是足足降了7個百分點 每售一百元的貨品 它本身是賺18就變成賺11個 這個margin是縮得很較慣 即是儘管看看會不會導致股價 希望它企圖大約在240、250的裂口位 這樣就不會太差 甚至回頭 會不會它這樣的情況 導致其他行業和同業有憧憬 即是對比起了 就覺得 因為比阿迪不勾跑得很快 會不會其他落後的 都看到少許呢 我都輕輕地報長期 給你分析 長期就是多賺2.1倍 整體大數方面 去到35億人仔 另外也會看到期內收入增長7乘2 另外汽車銷售收益方面 都7乘2的增長 你又怎樣看這份 其實長期的增長表現 比起比阿迪好很多 無論在整個大數增長 還是在無理方面 還有它其實7月有出過的中期業績快報 即是大約等於是營起 預期順利34.98億 所以出來35.28億 是比預期是稍為小勝預期 當然了 其實差不多了 你多一點 算是小勝或甚至符合預期 當然也比較會大的期望 市場對於業績 如果說看上星期尾的資金情況 大家都是準備出業績 但你看到 長期的資金追捧程度比阿迪高 星期五的時候 長期其實是稍為有些北水跟進一下 看看可否衝破34.5億 還有除了它整份的業績 它亦都是海外銷售那邊 我覺得表現都增長幾理想 還有它最新也都收購了 大武立巴西的工廠 現在它海外的銷量 是一路創新高的 上半年海外銷售有61559部 同比是增加了133% 所以都是一個很厲害 一開始就上來了 看著34.5 看看是否今天站穩這個位置 站穩這個位置 還有更加大的展望 可以看回歷史高位 如果這裡衝破了的話 順便看恆生指數 低開1點之後 開始暫時衝高 有50點進漲 我們去廣告 好 稍後再看其他民意的部分 好 回來節目時間 剛才恆子一度升過8點 暫時現在縮一點 正在升48點 剛才看過兩隻車股出了業績 股價也算在反映這個業績表現 長期還可以 現在4%應該破了 破就破了 看看今天是否 破到最近的阻力 當日高位是34.8點 當日高位是34.8點 如果你說要收穩什麼位 就看34.5點 暫時看機會都大 不知道是否應驗我剛才所說 比亞迪落一落 另外兩隻就乘機突圍 175吉利都可以在一早出業績的情況之下 現在正在升4% 這段時間都多人問 順便再追蹤 我們之前看著W型的25.4 如果能站到的話 再看26.7 希望今天就全剩了 全剩的話 當然就看之前 是29元 甚至乎我經常說的最落後 三次剛才說 所以有貨就撇 那尾雷他就說 好不容易入 175和1810 入哪隻好 如果你看回1810 你都知道 這個圖橫行有點潛 其實最近又沒什麼好樣 175就明顯 橫行之中有多少偏向升 還有我記得上個星期 我都說過 其實我對於25.4 守不守我都很有信心 第二就是說 我其實只是因為 可能陰燭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未撻著 就免得浪費時間 但其實上個星期五 已經出了羊竹 希望今天這羊竹 都可以守到尾 基本上是可以進入的 好 那看看其他的車股 好 芯就關注那隻489 亦都是有 上星期五最厲害這隻 是的 大星 今早出了 雙半年 那個淨利量按年增長71% 那阿森 9.3有 是不是9.3 是的 9.3有貨 想看看想什麼阻力為沽出 用不需要 這裏呢 你算是在突破最近的阻力 就是7.8 如果你說看短線來說 就要小心今天 會不會變成射擊之星出來 但是呢 你坐了很久 對嘛 你看著 8.3 9 其實下一個阻力 今早去過8.3 就在這些位置受阻了 關注這個位置 這個 有些難給建議 因為這隻就真的不太好 是 這隻情是流 但是情況在於 難得他都因作種原因 而無緣無故炒作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 你當他是一個大型 雙底 這浪這半年以來 最高頸線位是7.8 不失去就照等 你想想 你連這些6元就來穿你 都帶人走 那就算數了 最新的支持位是7.8 好 那有看見 港股當炒的辦法 真的越來越窄 很難炒 因為恆生之稅又倒跌 是啊 你現在四八九都是 一開始就衝高回落 然後看看其他 COLI 說1347981 怎樣看呢 想入貨的 嗯 一般 我覺得未必會想入住 如果你有你的見解 可以看看怎樣做 始終它是 你看到它 說這樣夾高原一輪 又沽下來 其實都幾急升急跌 那你這些就 除非你自己很快手很短線 那九八日左右 還有市場都見到 嘩 上了一百點 又沽下來 那都小心點 是啊 暫時來看 都市有些不穩 如果今天都要跌 我都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 我原先都覺得 weekend 如果Jackson Hole的會議 是可以平安過度的話 希望今個星期 都進一步去做些反彈 但暫時就未行 跟著 再看 繼續有些移動情況 暫時看到 不是啊 都是 整改有反應嗎 不是啊 有一點點 都是 哪些整改呢 你看到 騰訊 跌了一個百分之 算有一點反應 由它们轻轻开始跌的时候就影响到 另外也看一只299至今 现在暂时来说有些动动 刚刚上了成交额榜 其实它也是稀客的 如果要讲到大成交的话 暂时上到榜尾是第20位 升到4% 这个股现在暂时报10.86 公司方面较早前有说法 它是新能源矿种的布局 是有些令市场关注 后来都没有什么事 股价现在暂时横行 升了4%其实都不算很帥 上方有条20天线100天线 全部都卡住了 未能够上市 我觉得有货的话照保持住 最近都在4月 在6月 在8月 大概9个六邮支持 不穿就有它 不过未买的话 似乎都要等候一下 突然间我生气了 因为over the weekend 其实出业绩的还有些钢铁股 所以顺便说 钢铁股其实是这一轮 因为这一轮很多出的业绩 大家觉得 一来市底真的差 整天出的业绩都下跌 还有他们很多 那个业绩似乎有些 有些有百多%增长 例如水晶那些 其实就是因为上年的基数低 例如海底下跌 因为上年跌到谷底 所以今年看起来有增长 但对比起19年 其实还有些差距 变成不是一个好业绩 还有有些 例如第一季做得好一点 但第二季 其实就已经出到来 就见了差了 变成中期业绩的增长 主要是来自第一季 其实按季就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 刚才这个板块算是 真的是个业绩数据比较好的 一个板块 譬如上个星期 3.2.3出了先 带动整个板块就做好了 跟着现在就 有些就是A股 有些增长更夸张 就是安降的话 它就是营收725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62% 正利润51.83亿 同比增长有936% 增长相当之强劲 当然亦都是比较 因为它之前已经开始 有资金追捧有炒作 主要就是因为马降那边 你看到马降那边 这么增长 现在 譬如今天出的 它也很厉害 还有些重降 包降其实有些更厉害 其实现在安降 如果比较跟马降 比起上来 它就增长更厉害 再有9.37倍的话 亦都营起预期 其实是8.6倍 比起营起预期 就再要高了 它就真是迄前已经破上来 这个阻力位在5.3毫半 那便站稳了 现在亦都 再看5月那些高位 就是5.4都已经是 其实上个礼拜已经突破了 它一下子突破了横行阻力 所以今天就是跳空上来 暂时就未至于说 因为市场都跌 它也未至于说 再是狂有志 再捧 但是站住了在那 站住了在那 都算好了 有机会 就算再休息一点点 再上 其实都有机会 暂时都算是 都挺反映到业绩 现在的表现 顺便都报了 另外一只 就真的都小小的 重庆钢铁1053 本年顺利 就听个数还夸张 升了21倍 去到26.97亿人仔 不过老实 这只可能是因为市值小 交投低 还有就变了可能市场上 少点人去关注 较早前其实都已经发了迎起 但是在整行里头 都是跑来跑去 都是马降和安葬 今天股份高开 轻轻去到两个零日 都要又再走低五格 足足 现时只剩一格 进账0.5个百分点 升幅就跑输了同业 似乎也都 当人家突破的时候 他仍然都还陪回在 6月至今一个蓝行区 这只就没那么好建议 他始终比较小 他人家炒得厉害时 他就升得比较急 但现在就没有那么受到关注 也看下其他 其实金属资源股份 整体除了指金的比较低位倍 之外 整体都比较偏强一点的 办法 Judy就说他很急 2600 这只很强 这只很强 他说上天 5.17元左右要不要离开 其实现在在破顶 你看到 如果看5.23元前顶 你可以看到 人家安降算是 可能他还行得再先一点 因为人家还未破四五月的顶 我已经破了上去 这些大 这些等于人家的 杯形突破也好 突破横行阻力也好 VCP也好 就是你的名字 其实这些是一种 大声的征兆 是好的走势 现在就算你说是超短线 你见到他开市回的那种 譬如守住开市位 你以开市位的 更加你最短线的话 你见到他真的像 收市回 失手开市位 真的有开市回的迹象 或者那些 譬如刚才我那些 很短线的 射击之星 你才是短线 暂时就 暂时可以继续观望 轻轻都和大家补报 因为刚才我们也有提及到 老头社引述一篇文章 就说天津市 可能要求市政府 控股公司 就转由巴云 亚里云 腾讯云 转做各国之云 很多内地媒体报道 最新消息又说 很多内地媒体 都已经 正期后删除了文章 不准说这些东西 免费事又说影响到股市 可能更害怕 刚才也没有事 刚才不删除就没有事 删除又更害怕 会否和这些消息 又是弹出弹入影响到市 不知 即管都继续观察 现在恒生指数 真的令人失望 越跌越多 当中有几只股份要拖累 除了刚才说的比亚迪 跌幅扩大到差不多要半成 另外腾讯有帮平保全部跌 我2% 另外一只会跌得比较多的 暂时是京东 9618 9618 京东现时跌3% 不过我仍然维持 只要站稳到285元左右 它是一个W型商帝 今天移动的其实不多 仍然可以值得看好 这些整体都涉及了 国家的监管问题 整个科网暂时 对 都麻烦 现在恒指跌131点 到25276点 我们节目时间到这里 一会儿中午11点45分 再和大家看事 拜拜